可怕的是你看啊 你可以从12月以来 美国入境感染 Omicron超过50例 所以就是美国嘛 美国回来反正就是大宗啦 那每天要不然就是双位数啦 那今天也是一样类似的状况 所以很多的专家都在呼吁 其实我跟你讲 法国有一天 他一天就20万 对啊 事实上法国跟英国也是这样 也是啊 也是这样 对 所以 所以大家才在讲说 那你是不是赶快就把美国 列入高风险吗 那当然陈松一副就是 那全球都是啊 现在再分地区没有意义了 可是我要讲 郑老师大家也都看着很清楚啊 就是你碰到美国就手软嘛 因为你根本就不敢啊 讲这个之前 我还要先讲一下 现在就是说 看起来淘机的清洁工 有一位这个防疫的系统 这司机感染了 我就要先帮他们讲话 要不然这个跑去歌友会 现在就要变成是破口的来源 他们是在那边讨生活 他们是在那边工作啊 他不是说我去那边玩是什么娱乐 那他们能够怎么样 今天他们是站在防疫的第一线 我们刚才说现在入侵最多的是 从美国那边到底要不要特别对待 先把我们自己人弄好 那在这部分 刚刚这个阿亮讲说那你这些各种各样的防疫 准则该怎么弄 那这些在第一线防守的 你说医护人员他本身专业他本身比较懂 他如果取得相关的医护的资源来保护自己 比较容易 这些清洁工 防疫计程的司机 他们接触这么密切 特别是防疫计程的司机 你给他什么保护 他们手无寸铁 然后不是个披挂上阵 戴个口罩这样那样的东西 那他们该如何把自己先保护好 才能够去防范 才去保护这些客人 他自己能够规定吗 他自己能够这样 比如我在职场里面 搞不好多做一点被人家骂 你是个假猫 他遵守规定 那这一部分当然也是你诚实中 你们这个有权力的人 应该充分了解这个基层的作业 了解每个工作的环节 然后去弄 所以他们今天确诊 这个从劳动的角度 他们就是职业灾害 他们这是工作伤害 这不是随便乱弄 你们有这样子看待他们吗 他今天就感染了别人之前 他自己本身先被感染 你们有把他们当一回事吗 你整天在那里天上 站着旁边 搬出来分顶 手来手去 那天天想 台北市长怎么选 到处去作秀 唱国歌 你真的是买不来的 所以我是说这些人现在 他现在到外面去参加歌友会 过年就娱乐一下 打个麻将 现在开始产生破口 这个你们这有没有感觉 那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看他那个应急的东西 世界人家就跟他提醒 就看当年吴世华也跟他提醒说 你这个疫苗抢购要怎么这样 全世界看台湾 还没有表演给人家看 那你这一部分 然后去不了美国 就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国 对 刚刚已经讲说欧美 就已经爆了 美国一天一百零几万的 这样一个确诊 那么应该就合理就是加强管制嘛 那不是很合理吗 结果他说不是 这些高风险的国家才这样子 那高风险的国家两个 第一个如果是因为他源头 从非洲这报 大部分都是非洲的 你说源头你要管制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源头问题 现在是蔓延问题 对 源头的问题未必那么做 像是蔓延到欧美 特别是美国 对 那个才是要关注的焦点 你说原来我宣布了这高风险国家 没有包括美国 你这个什么脑袋 第二个就算是 我们跟非洲国家有多少的往来 人员的流动这么少 你现在美国主要为主的 我们到台湾到美国那么多 我刚刚算了一下 元旦那些21个 美国境外移入美国9个 2号20个 美国11个 25个15个 4号30个 美国22个 然后6成以上 你这么明显的一个数字 你还不弄 好 我再讲最后一个观点 我前几天就讲说 如果现在境外移入里面 那个超过半数六成的 是中国大陆来的 你先来看今天民进兰会怎么样 好爱白救护 如上拷护 好像他家死人 他家黑手术 那美国就不会了 你如果说就对了 你看到美国人就矮半截就跪了 你不止这样子 不要讲双农标准 现在人家从国外回来的 本身没有问题 住了防御旅馆反而被感染 你这个怎么弄呢 最有风险的 美国进来的这么多的旅游客 你不特殊 你又不是对付美国 是对付这些旅游客 因为它高风险 结果你不敢不动手 他就相信 如果我们把美国列入 台湾的高风险危险国家 好好好他走 美国这些国家就不高兴 就跟你收利 他不敢得罪 他可以随时 美国可以随时把别人列入这个 列入这个给你特殊管制 我们今天 合情合理 基于现实 基于统计数字 该作为不作为 你这一个是什么样一个指挥官 这个是指挥官吗 在那种小事情上也没弄好 你今天我说这个基层的员工 你都没有保护 然后你这个大的战略上 你是避重就轻不敢面对 这什么样的指挥官 他真的是早该下台 因为你看到指挥中心 我们看到从去年11月29宣布 重点高风险国家增为10国之后 这个数字呢就一直没有再变过 也没有再增加 增列其他疫情相对严峻的国家 所以当然美国也没有嘛 他反而是让从美国返台的这些旅客呢 可以自由选择检疫的地点 甚至都适用春节7加7的专案 所以你就看到这你觉得就很烦啊 是不是 那你说非洲 刚刚正好是提到非洲 非洲一天能有多少人 对不对 那美国 美国这样随随便便都是超过五成以上啊 确诊就是从美国来的啊 那这个的话你还是 陈忠还是一副在打马虎眼的样子啊 我们的境外的防堵的措施 一直是大家专家学者们不停的在不懂 不理解他为什么该言的时候不言 该松的时候不松 比方说呢 当全球大家都因为要自由移动 疫情虚缓了 所以只要有打过疫苗 那根据这个疫苗护照 大家可以互通有无的时候 边境管制都在放松 都在快速的通关当中的时候 我们继续很严格 那等到大家都开始放松 我们在问说为什么不放松 说他说那我们放松一点点 就维持这样子 还是算相对严格的 结果等到全球开始严峻的时候 像台湾 现在有这么多的国家 是真的属于高风险 在进出台湾 尤其是美国 你看半数以上都是这样 美国来的境外感染的例子 结果你还是不动如山 不更改原本的措施 那这个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 如果说礼拜天要投票的 只是两个其中一个 如果只投林静怡要促进 大家出来投票的 他今天就告诉大家疫情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大家出来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今天是只有林昌索 叫大家不要投票 告诉你现在告诉大家 现在一定很 疫情太严重了 不要出门 我们立刻要升级管制措施 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选举在 他没有办法决定 所以左右举期不定 所以这就是政治凌驾科学嘛 这是无法决定吗 那包括我们 像美理上看到 或者我自己的朋友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 他们都发现台湾一个 非常严重的奇怪的措施的问题 那都是SOP跟专业技术的问题 光是进来台湾之后的程序 明明我已经登记过了 为什么台湾回来 一下子这个又没登记成 然后又要重新签好多 重复版本的文件 paper 或者是又要再用的是电脑 用的是平板 要一直不曾经签名 接触各种物品 然后让大家停留聚集 在一起的时间增加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像大家其他国家 验只要两个小时 45分钟以内 甚至50分钟以内 我们就已经检查出来 你的披萨检验结果了 我们常要两天 那以至于大家还要再聚在一起 其实如果分流的概念 在机场就执行的话 很短的时间内 入境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知道 哪些人已经有相对高风险 已经有确诊的这个因素在 立刻分流 也不会再跟其他安全健康的人 或在一起 所以这个关口 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也到了 防疫旅馆去以后 那么因为不是以前 我们一开始 曾经很多人提起过的 我也特地要讲韩国语啦 但是其实很多专家 学生都提着 如果是方畅医院 有相关的医疗技术 跟相关的医疗配备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符合 这个医疗在 一旦需要隔离的时候 的相关措施 可以警戒 而且可以立即处理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 防疫旅馆嘛 那防疫旅馆本应是做什么 就是让大家开心嘛 舒服嘛 不管尤其是 特别老旧的那种管路 跟相关的 这个内部的一些设施 必然会共用 共通 所以今天又新增了一个 就是已经境外 进来做本来安全的 防疫旅馆又反而染疫 确诊了 是在境内 在防疫旅馆里 应该最安全的地方 反而感染了 其实这些付钱区 都付得很贵现在 大家都觉得很 心里不平衡不爽吧 我能平平安健健康康的来 那你的措施 一再从入关开始 不断的让我们重复 有风险的感染 住了旅馆 我花了大钱 然后大家回来只是不过 我想探个亲 想回个家 想跟家人聚聚 你反而把我们 放到风险里头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 政府相关措施的 不理解吧 不人道把 或者是没有上轨道 不文明吧 就光为什么人家的检验 可以短短的时间出来 我们还要花两天的时间 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啊 那看看这样的 这个检疫所 这所有的这个画面里面 就我朋友 或者是我现在媒体上 所投诉出来的 都代表了一个 我们已经都这么久了 还是在防疫的措施移动里头 是非常的混乱 甚至是跌床架务 不是说我们不严格 也不是说执行的人有问题 而是我们的政策跟措施 就是相对的混乱 那大家无所自从啊 所以刚刚张老师说啊 第一线在做这些防治工作的 或是实际在执行业务的朋友 在机场的朋友 其实他们也是被迫 处在高风险的环境里头 反而是国家政府 如果措施的SOP不够简便 不够让大家群聚的时间缩短 反而让大家增加风险的时候 这些在这里工作的人 陪伴的人 行政的人员 这些司机 驾驶等等 也都被陷于更高的风险里头 对 因为像之前呢 固定在载我的一个小黄驾驶 他现在去当防疫检测 那他其实去之前他就说 好乱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被分到哪一区都不知道 乱成一团 对 其实刚潜就讲到一个要点 是 就是1月9号投票之前 陈时中不敢提升升级 因为他怕台中返乡的人 不能返乡 是 那接下来过年呢 他过年是不是也不想当坏人 所以也不会升三级 不 其实之后他就只烦恼 他能不能参选 对 我要讲的是 亮哥 这个疫情烧成这个样子 陈时中现在怎么样 他丢出风向球 说他只想选台北市长 小英会甩他吗 我跟你讲啦 如果疫情真的爆开 你 你就即使找到王必胜 来顶你的位置 那选民能接受吗 选民就会觉得说 你事情好像没做完 尤其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是最敏感的 那台北市民能接受吗 所以他现在确实有一些困扰 就如果疫情真的在春节期间爆开 那因为小英大概在春节过后 可能三四月左右 就要逐渐确定谁要参选 对不对 所以他心里是有点急 就真希望疫情不要爆发 可是这个不是他能控制的 因为美国在乐观也认为 大概要三月 因为美国爆发的非常严重 他一天有100万的嘛对不对 那可是就是大部分都轻症Omicron 可是他很快的就变成主流疫苗 主流病毒了 然后迅速压过所有 那目前染疫的 美国的人口已经要1亿多人 1亿多人快染疫了 那台湾不是嘛 台湾染疫的人很少 所以你如果真的爆开 那你要让他逐渐的达到群体免疫 那还要很长的时间 那你要纠结在 要不要清零 还是要寻求群体免疫 你现在可以看到欧美 大概都已经寻求群体免疫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挡不住嘛 是 那台湾跟大陆都是清零啊 就是如果欧美我们假设 他到三月的时候 大概全部都群体免疫了 然后只好他们都互相打开边境 那台湾怎么办 所以我们事实上 未来有两大挑战要面对 第一个就是你的医疗指引 要不要调整 事实上浅究讲到更前面的问题 就是防疫指引 防疫指引 医疗指引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是不是也要跟随人家 寻求群体免疫 那之后的国境开放的指引 这几个都是重大问题啊 那如果说假设疫情爆了 疫情爆两个 他不要说台北了 那他不想选的新北桃园 他会不会想说也想去选 或是说根本连这个机会都没了 没得选 不 如果疫情真的爆了 我觉得他恐怕不能选了 因为他走不掉了 直接断了他的路了 不 因为你目前对疫情 方方面面掌握最周援的 还是你还是陈时中啊 没有办法啊 他掌握周援 可是大家都说他的这个防疫思维 已经很落伍跟不上 可是没有人敢接啊 没有人敢接 只有我们毕胜课 可能比较勇敢一点 那郑老师呢 郑老师呢 郑老师怎么看 陈时中现在反正他丢出 他想选 你不能说疫情爆的时候 陈时中就料了就跑去选举 这时候我就建议说 派王碧胜去选举嘛 那个名字就好 王碧胜对不对 提名又容易解决 像以前那皇帝看到那个状元 两个差不多 名字好了就够了 王碧胜当然是最优人选 好啦 那在浅秋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疫情闷烧成这个样子 可是刚刚就是说 还是需要他作证指挥中心 但问题是 你想想看下 Omicron 现在很难守耶 那陈时中感觉就一千零一招嘛 就是防堵嘛 只有这一招 可是他其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疫苗 三剂疫苗 他时间要不要缩短 间隔要不要缩短 我不知道 那整个的配套 刚刚你提到了 包括像样哥也提到的 一些相关的防疫指引 医疗指引这些 他通通都没跟上啊 所以你说他作证 有没有作证有差吗 今年是陈时中的年啊 怎么说 因为虎年嘛 虎烂贯情 他每次所有的回答的问题 都用虎的啊 就用一些模糊的 奇怪的 雙重否定 或是层层否定 或是不同 听不懂要讲什么的方式 来回应所有的问题嘛 那今天只求先不要再犯错 那疫情他也困扰 担心影响他的路 除了当美体有传出来说 他自己好像唯一的希望 还是台北市之外 今天早上傅昆琦上的节目 他也是说 据他所蓝绿朋友 所派系了解的内容也是 目前民进党心中 还是以陈时中为第一 优先的考虑 希望他来选台北市为最布局 希望他选台北市 对 不是桃园 小英不是希望桃园吗 台北市 然后备胎叫做陈建仁 这是傅昆琦 他说他在派系里面 研究之后的看法 那我自己是看到了他在这个唱歌这件事情 被大家痛骂了之后 总统府精心帮他包装 重新复出包装形象 就让他在总统府前面唱歌 不是吗 就是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帮他做行销包装 重塑形象的意图 非常的明显 看起来是秀名 那个疼爱之心异于言表 但是呢 他是不是可以选台北市长 目前听起来 他自己说媒体报导之后 他心中只想选台北市长 因为他的规格 我要当首都市长那种愧靠 那他觉得他也不屑于其他地方吗 台北市才是他的高度 应该要有的位置吗 但是呢 因为他在这个指挥中心 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当然每个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任何人去 我相信都会长期耗损 这是必然 相对的他的曝光度跟能见度 也是风光最高的地方 但是一年串的一些舒适跟错误 就在这个时候 那疫情这么严重 现在不停的在爆发当中的时候 我想他一定比我们还煎熬 怎么办 我还要去选 你真的来弄 走不了 我这样觉得很想选 很想选 走不了 然后他可能正在心里挣扎 躺不去的时候 不是啊 那如果疫情真的爆发的话 真的是民党也不会 就让他不选了吗 我觉得也很不好说吧 所以才说备胎成见人 因为在台北市要选 其实民意党的空间不容易 那要对抗 要找对抗个帅的呢 要派哪一种长相的人来 还是要虎年啦 还是陈时中的年 听起来虎烂冠军 是适合这个位置 好啦 不过现在不是帅哥来 是正妹来了 交给慧萱 好啦 第二个小时 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 刚刚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些 一些指挥中心的最新的资讯 就是包含说刚刚陈时中 已经承认了 就关于这个Omicron 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本土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而除此之外呢 他也有提到 就是包含在这个 到底美国算不算重点高风险区 他被质疑说 是不是政治凌驾防疫 尤其因为台美关系 之间有一些利害关系 所以呢 美国就可以当作 一般国家来处理吗 这个陈时中的回应是说 这个以染疫律来说的话 美国是56.7万 法国情况也比美国更严重 澳洲也比美国还要多 所以整体来讲 应该是全世界来看法国 全世界来看都是一样的 都是集中检疫 那我们就常常在 我们可以质疑说陈时中他的这个世界地图 他全球地图长得很奇怪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后续解析 第二小时一样需要大家来按赞 我们先首先欢迎我们来宾 包含我们凯湘哥 大家午安 还有我们的董哥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厚子哥 大家好 好那继续来讲到陈时中他到底在哪些盘算呢 因为其实包含是这一起 到底清洁员在金嗓歌友会里面 我们看到各个版本都不太一样 包含的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负责人讲 我们才知道整体的来龙去脉 不过在过去这几天之间 包含的是这个桃园的卫生局怎么说啦 包含陈时中怎么说 让大家充满了质疑 我先问一下凯湘哥 陈时中都在忙着想选举 才导致这个金嗓歌友会 错误讯息或者是讯息变得很混乱吗 我觉得其实我跟看法 可能会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 我个人对于Omicron的疫情 我并没有那么担心 因为现在各种种种数据看起来 Omicron的传染力 真的非常非常强 他的这个R0值大概是10 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很 就是一个相对单纯的情况之下 在理论上他会传染给10个人 这确实非常恐怖 可是呢现在观察重点就是 现在这个金嗓歌友会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讲 现在这个疫情走到今天 这个桃园机场的群聚事件 其实很多都是60岁左右的 这个清洁阿姨这些长辈 他们染疫了 那我觉得现在要观察是什么 观察是这些染疫的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没有转成重症 如果他们没有转成重症 他们就是这个感冒的症状 发烧流鼻水 甚至没有肺炎的症状的话 那各位我们对Omicron的认知 就应该要 就是必须要被调整 他不会像Delta 或是不像之前的这个Alpha Beta 这样子会造成很严重的重症 压垮整个医疗量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个防疫的策略 所以呢这分几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次是在这一场疫情当中 包括机场当时到底怎么染疫的 他这个显然他已经传到社区去了 传染链可能还不止一条 然后金赏歌友会爆发出这个 跨年的时候这个活动这样子 前后讯息不一 然后呢疫调似乎也不是很确实 这件事情是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又开始有点螺丝松了 或是我们的SOP 还没有追上现在的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早就 这个世界上面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台湾迟迟就是把国门守住 所以没有让病毒攻进来 可是那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在节目上 也曾经提过说 你现在是因为一个岛 所以你把国门挡住之后 就可以把疫情阻挡在海外 可是如果一旦攻破之后呢 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 是在这个国门之内 几乎是让病毒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我们现在担心的事情是 现在的状况是不是病毒已经变 从这个变到Delta之后 现在变到Omicron了 我们有没有新的SOP 跟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有没有在松懈 或像今年五月一样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单纯的我们能把事情做好的话 我倒是觉得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不要在每天下午的时候 出来跟大家报数字 报数字 然后呢讲那些无关紧要的 那张一张一纸新闻稿 就可以讲完的 而是你应该要好好告诉民众 该怎么正确思考当下的疫情呢 当下疫情是什么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声音提出来说 对于Omicron的疫情 它应该要讨论的事情是说 它的传染力如此之强 但是它的毒性 却没有像之前的几个变种株 这么强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请问一下我们的防疫措施 是要做是要做什么样子 是我们现在一旦被查到 所有人都要进去 负压隔离病房吗 又或者是说我得到了 我甚至根本没有症状 也没有重症的风险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样子的民众也许在家休息 国外已经这么做了 在家休息五天 隔离五天就好了 你没有症状没事了 就这样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 应运的去调整我们的防疫作为 而不是非常僵化的 还拿去年那一套 继续来继续来做 然后呢就是政治人物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危机甚至可能对他有利 当然佩萱讲说 陈时中是不是只想选举 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是陈时中的话 我还会觉得说这样的疫情 其实对我个人声量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又开始要看我这个下午2点档 又需要他了嘛 对又开始被需要了 然后危机永远都是独裁者最好的朋友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操作成分存在 但这样操作成分反而会让这个一个 相对被应该被正面看待的一个传染力强 毒性弱的病毒 有可能是一个疫情的最后终结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能不能赶快调整我们的认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中央层级的 国家级的指挥中心应该要教育民众的事 刚刚我想问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染疫后的这些处理模式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思辨新的改变 那但是那如果是这样 下面显示我们恐在国际很延烧的情形 到底这样的画面 你又认为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就是可能千人聚会 然后都没戴口罩 我觉得这样的聚会 以现在过年来说 你说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大概没什么问题吧 因为现在的防疫规定 确实是可以这样子的 那同桌吃饭他就可以不要戴口罩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我比较在意的点 可我可能走的比较前面 看的比较多 好假设你今天预防性的采检这800人 其中有200人染疫了 他们自己浑然无所觉 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然后呢我们再去查 包括桃源机场染疫的 又或者是这200个人 你假设你快塞出来 他们都染疫 他们都是Omicron 但他们完全没有症状 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处置这200人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啊 你要通通丢进负压隔离病房 然后在那边一采二采三采四采 采到他完全没病毒吗 又或者是说你要赶快 因应他可能会传染 一下传染给很多人 但是呢却不会造成很严重的 这些伤害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样在社会经济 该怎么样在医疗量能 该怎么样在民众健康 这些不同的一些价值上面 去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才是指挥中心 此时此刻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就是你还拿那一套 那现在找出来了 你抓了200个无症状感染者 那你要干嘛呢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通通关到医院里面去吗 所以我觉得 赶快去调整SOP 或是去研究SOP 找出一个在此时此刻 或是现在到未来最适合的方式 比就是好像在那边检讨说 哎呀我们通通抓起来 赶快筛啊 筛完之后要通通去关啊什么的 这些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 我们先感谢我们的网友何仙仙 还有叶大雄的斗内 也感谢小鱼在里头跟大家打声招呼 问一下董哥 如果今天陈时中真的要思考自己的选情的话 那他在此时此刻又再度 好像看起来像凯翔哥说又被需要 但他讲的话一直在有跟没有之间 让人受不了 尤其是刚刚讲到美国 你是不是有双标的问题 他要去托法国 托澳洲进来一起再讲 所以我们很想问这样的有跟没有 其实才会导致于人民对于面对疫情上面 无所适从 我到底现在应该要视为流感化 我应该与病毒相处 还是我应该又再拘泥于那一个片面的字眼 然后到最后我还在追求清零 因为陈时中追求跟我们不一样 他要支持他的申望 那他申望一直想希望能够维持 虽然前一阵子喝红酒唱高歌 然后虽然列为下来 但是他总会想方设法说我要再 有一个东西让我再起来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防止疫情 这个当初让他申望这么高的这个手段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刚刚像前一段王浅舅所讲的 说总统武既然你爱唱歌 我就让你到总统武唱 让你回復生话 给你一个付出的机会 对给你一个付出的机会 那现在还有一个机会 立陶宛那些酒 要消去中国大陆被人家退回来 结果台湾我们台酒就把它承受下来 那应该请陈时中去喝酒 对不对 告诉他立陶宛的酒好好 他叫做 会有点画面 对 拿酒杯拿 拿酒杯这个叫自由 自由的酒 对不对 那他也可以这样 那我觉得陈时中其实 他这个人非常政治 就在他非常政治 非常懂得整个社会的趋势 然后来察言观色 那他其实他也很清楚 你一个医护人员最高的职务 就无非你就是当到卫护部长了 下来是要怎样 下来 下来就应该像柯文哲一样 有文哲一楼市 像赖清德一样 人家壮演是赖清德 对 那大家看的就是 我觉得陈时中他当然有这个企图去 因为他对政治的狂热已经这么久了 所以他现在当然想恢复 那到底要哪个选期呢 其实 在他升旺最高的时候 任何选期他去选都会上 那现在升旺内围下跌的时候 那他就要想想看 陈时中如果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都在桃园 那桃园现在民进党没有强 强 比较强的人 大家有发现 郑文燦 现在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了 那郑文燦现在声望下跌 如果国民党在这个蓝大一利的选期 再派一个 普通的端庄的人出来选 大概就会赢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很怕 因为六都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因为民进党这个都 过去认为郑文燦主政都好都了不起 那看样子都快丢掉了 五星市长也当八年 五星市长已经不行了 那现在如果陈时中气的话 而且陈时中现在是救火队 对不对 什么金赏歌友会 什么机场 机场他还教训我们 不要把那些清洁的员工很辛苦 当作是破口 我们没有认为他是破口 我们认为破口就是陈时中 你才是破口啊 因为你没有管好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这些年 这两年都来大家讲的情况 是一直在周而复始 我们桃园这边已经是第三次出现这种问题 那如果你在讲防疫旅馆 讲机场 那这些其实都知道 他里面的破口非常多 过去发生的时候 都我们防疫旅馆 我们就要严格去检查 或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有没有检查 没有啊 洛乎特事件有没有 没有啊 你没有好好检查 结果最近出的事情 赶快去检查 发现四分之一不合格 诶 四分之一不合格是什么概念啊 那简直是没有在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机场的破口 防疫旅馆的破口 然后再加上他对美国人 美国人要怎么进来都可以啊 现在确诊的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那这一波你也没办法管 人家各国对美国都管得很严 只有我们 因为美国做什么都对 我们等于说都是死爆美国大腿 那你看到的这三个地方 都是很大的破口 都是跟中央有关 然后陈时中 没有办法 他只能在事后 事后说 有去歌友会唱歌的 来来检验 有去那个 你怎么都在检验后端呢 那你后端 当然会觉得说 哇很多人 大家都要全年出动 开始又做疫调 哇他也去花莲也去哪里 哇这个怎么办 他就变成 我们让地方政府大家忙的不得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中央 你在顶端的出了问题嘛 所以陈时中他现在 想用这些方式来讨好整个社会说 你看我很认真在做 现在新的Omicro来了 那其实你看疫苗 有时候 Omicro其实在全世界流行 也不过这两个月 对 可是他的感染力 感染速度很快 那很多人讲说他病情可能不严重 但你要知道 这个新冠病毒他是一直在变的 有时候对人体伤害很大 有时候对人体伤害很小 Omicro伤害比较小 那现在其实又有一个 Omicro已经不晓得是第几波了 从那时候武汉发生的时候 就一波一波 每一个名称都不一样 现在新的已经出现了 在法国 叫IHU 我们也 因为现在刚刚有一堆人确诊 不晓得这个到底厉不厉害 所以如果你要防疫的话 可能要前面去堵他 不要管他轻或重 对不对 因为他等一下可能就变成是很重的 可能比前面的那个 武汉刚发生的还厉害了 也不一定 因为他变化变来变去 那他维持了他的新冠的态度是不变的 那新冠他附着在人体的能力 吸盘是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说 你现在看到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 前程很紧张的来防疫比较好 我们要问一下候局哥 其实从这个 陈时中他自己认为 被传出来嘛 说他的想法是非台北市他不选 以外的区域他不选 那我们看到就是他认为桃园 可能第一个这个选情不太妙 他可能未必选得上 他认为台北的话 也许对战柯文哲 对战蓝营的蒋万安 如果真的输了 好像看起来 虽然输了 但是呢 赢了一点面子 所以也因此他希望台北市 非台北市不选 那是不是看得出来 他的一个傲气 他的一个傲慢的状态 好像就是他的神坛 又没有真的走下来 好像我又上去了 我又下来了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 就是说他本来对政治就是一直有 很有想法的人 那桃园这件事情 基本上 其实几波桃园都是郑文燦在放 郑文燦一下叫这个来 一下叫那个来 总是有一点点抓交替的感觉 因为看起来就是 就是看起来 因为桃园出很多事情嘛 那如果陈时中去他就会有 有诺富特 就是有桃园地方政府 跟中央的双重影响 对他来讲其实是比较不利 而且桃园的结果 就是说郑文燦的最近 最近下滑的状况来讲 其实不太好接棒 那双北的状况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哪边输得少 就是说 以陈时中现在去对侯友谊 那是稳输 而且输得很不好看的一个局面 那很可能就是一次就报销 那我今天来讲 我今天一个部长 我下来选选 然后一次就报销 那我何必冒这风险 所以才会传出 他一定要台北这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台北 不要说有没有 或许有一波 或许输也不会输的 那你这样子如果讲说 他觉得输给蒋万还好 那新北 原本也传出 他有可能会去选新北 跟侯友宜站 看起来他也不会输到 多大的面子 我觉得侯友宜的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全台湾的民调最好的 最好的首长 所以侯友宜去的话 看起来大家都会输很多 民党目前看起来 很多人都去都会输的蛮多 那有些比如说 之前在传林嘉隆之类 这些人的话 他目前还可以打出 有一个像样的规模 但陈时中是一个素人 在那地方要打 会有困难 因为毕竟侯友宜是现任者 他有整个县府的架构 已经在那个地方 他对地方又熟悉 回过头来讲 蒋万安的话 他毕竟是立委上来 他其实立委也才第二届 所以就是说 比较容易面对的 其实当然是蒋万安 就是对他来讲 蒋万安是一个 相对比较好打的一个人 不过就是说 陈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在 他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蓝营对他不满 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他在防疫的 的专断的手法 所以其实 他即便到台北 恐怕也不会有 大家想象中的好选 再来就是像前面那一段讲的 就是说 他现在要看Omicron 这个状况 他如果疫情真的爆掉的话 对他来讲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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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的困难 因为就是 虽然我们这样讲说 Omicron的 大家现在对Omicron的看法 就是说 觉得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状况 但是毕竟你现在的 你的政策 是一直要维持清零的 你这次一直要维持清零 最后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达到 达到 你告诉民众说 我们就是要维持清零 我就知道很干净 可是你最后没有办法达到 说这个民意的反扑 是会大的 那我觉得城市中他真的要去 去检讨一下他的防疫 防疫的政策 因为今天跟他讲说 什么法国更严重 那个就莫名其妙 因为人家讲美国回来的是 我们第一个美国回来的染疫的 占了一半到三分之二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 现在讲说美国要列高风险回家 是因为高风险回家 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去集中检疫所 他在机场就已经筛检完了 他不像你现在的状况是 机场做一个筛检两天之后才有结果 你先去防疫旅馆 可能在防疫旅馆 就变成奔土的感染 所以他那个状况是说 他现在讲美国的状况是说 你对美国人是不是要采取一个 美国回来的人 是不是要采取一个 比较严的一个标准 那到目前为止 他这件事情还不肯松口 另外就是像疫苗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大家一直在讲打第三剂 一剂一直在讲打第三剂 要提前打 为什么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我们太多都是打两剂AZ 那两剂AZ 你对Omicron的 虽然BNT跟莫德纳 可能也不是好到那里去 但是就是有比较好 那你现在的状况 你疫苗抓在手上 不肯让大家打 那最后 如果发生了疫情 民众一定是怪你